CUTE B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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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B開箱 好瘋狂喔 超大 這包裹呢 總共有 我印象中有大概30件左右吧 然後 花了我6000左右的價格 根據一件200 我保你也有興趣 看我這些買了什麼的話 就趕快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我們繼續來看 來看看我到底有沒有挖到寶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NUV這個牌子 我不確定它是不是要把它單截的字母念 還是說它是完整電影的NUV字 主要是因為之前有網友跟我敲碗 想看這個牌子的開箱 所以呢我就上網查了一下 然後我們了解了一下 發現它是NAT的副牌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在某個地方有看到網友留言說 它以為NAT是100 然後沒想到NUV是地下室 然後我就覺得這句話真的是太讓我印象深刻了 它就是想要說NUV這個牌子真的是便宜到誇張 跟我在虛應逛的感覺其實蠻像的 NUV的購物袋 這樣是大戶了吧 我個人很偏愛超大的購物袋 因為我就是喜歡被小費包出門的人 所以就是手上還會再給你一個超大的袋子 首先呢第一個是包包 然後我先把眼鏡拿下來好了 因為你看這個是便宜的造型眼睛 我印象我是在夏皮買的 所以會非常的容易有壓印 我現在看到這個皮革 我有嚇到耶 摸起來超好摸的耶 太驚人了吧 我覺得解剖的人應該傻眼吧 這是拿來的大貨 包包呢是340元 那我們看一下340元它的能體質感怎麼樣 柔柔軟軟的皮革 柔潤的那種完全沒有塑料感耶 平價的包包就會很容易有很玩具感覺的塑膠光澤 那這個的話我真的有驚豔到耶 是不是很Q 顏色也很可愛 然後它這邊的五金呢就是一般的銀色 搭起來拉力也好順喔 裡面這個因為它都是兩用包 所以還有附了一個斜天子的飛彈 欸真的很可愛耶 這個質感看起來非常優秀耶 這個包包可以買推薦各位 我在看到那個版的綠色是一樣的 欸我覺得他們的包包的本尊有比照片好看 它本人都是這種有一點紋理感覺的軟面皮革 然後摸起來是很舒服 那感覺上好像也比較不容易說 因為它很硬產生出一些皺褶 它就整體就是一個軟軟的包款 但也不是說太軟軟到沒有型 這個包包 260 好扯喔 這是要其他網會怎麼活啊天啊 但是我個人覺得啦 就是你在逛NUV的時候 它的款式不見得說 你都會找到你喜歡的 就是流行度我覺得沒有到那麼的高 可是其實你慢慢找 你是可以挖到一些不錯的寶 這樣子俏俏的 可能你要把它綁起來 然後固定跑一陣子 然後它實際背起來的樣子是這樣 這一款的皮革就不一樣了 摸起來比較滑 欸它包包質感都超好欸 看到了各位可以去他們家買包包 然後這個是寬肩帶 子母包 然後它附了一個這樣子的子母包 裡面就是可以放一些人錢包啊 零錢跟一些化妝用 老實說的話我其實在逛NUV的時候 我沒有到抱著很大的期待 因為就 照片我覺得沒有到非常好看 可是其實他們有找一些線下啊 可能是很紅的Model來拍照啊 但是就是不知道怎麼拍起來 就要 還是嗎還是太真實了 等一下來開衣服 不知道會不會也是這麼的驚奇 看看這樣 好方便喔 而且我覺得這一款的皮革料 感覺還蠻挺的 就是不會隨意的鬆垮 包含這邊的寬肩帶 我覺得都做得 是有質感 這個搞不好 跟同學說我花了一千塊買 同學還會相思 這件是175元 我會想要拿來當耍廢衣的T恤 好看欸 然後這個印花呢 印花呢就一般般 可是我覺得 它已經算像一種好的 不會說到很反光 反光起來真的是很輕膚柔綿 它寫材料是100%綿這樣子 直接邊開箱邊穿好了 這樣感覺整個影片會比較流暢一點 然後這個是Brooklyn剛剛那一件 100多元的T恤 很輕膚柔柔 是我會喜歡的那種T恤的材質 不知道那種枝數那麼高的棉T 就是一件很輕薄夏天穿 很涼爽的一件T恤 敷起來有點像空氣棉 可是比空氣棉再輕盈一點點 然後這個鐵灰顏色算還蠻均勻的好看 就是一個寬寬的樣子 然後前面有一個中央金線 背側是有一個口袋 這個棉布很涼爽欸 而且它不會卡臀 是不是很修飾 欸很不錯欸 哇完全就是一個好看的學生look 材質好舒服喔 好其他包包我也背給你們看好了 這個是這樣綠色的很可愛 很Q欸 我覺得是大成功 都很實搭我的穿搭 然後又是耐看的那種 感覺好像夏天去穿比基尼的時候 挺適合的 我現在這樣同樣也是好像看得出來 這個 我覺得我現在這樣子 看 你只要扎就會比較好看 你一定會比較正常 好像也可以欸 這有點日本的 開金式的浴衣的風格 造型穿我覺得還蠻好看 可愛欸 質料也不錯 然後我選的尺碼是M泡 這件超可愛的好少女喔 可是跟我下半身好像不太搭 這個有點算是很有彈性 然後會貼膚的真質料你看 所以呢這種材質穿上身 本身就會容易擠肉啊 就是如果你有肥肉的話 容易會現形 然後這件牛仔褲 應該是休閒褲欸 它是薄薄的那種 涼爽的尾牛仔的感覺 應該算是套裝的 但是它是分開販售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看欸 喔它真的是比較襯衫型的 裡面好像 搭T恤好像更適合嘛 可是有這樣也不錯啦 像我們 如果另一個綠色的小包 但我個人應該是會 綠色還蠻俏皮的欸 質料也很不錯欸 這是後面做一個綁帶的樣子 來試穿一下這件洋裝 因為我這時候看這一款洋裝的 是TOMO 它的升高好像 那不會說到太高 所以我想說我應該 是可以駕馭的 你看它這邊是有 兩個袋子 好像起來的樣子好像還蠻適合去 度假風的 它屬於比較 沒那麼長版的洋裝 所以高個女生這個 就要小心 可能會變成 最尷尬的長度 那我現在穿的話我覺得尚可接受啦 因為它 後擺的地方是 它是走個前段後長的 非常適合穿去海島國家度假欸 夏天 然後清爽 你單穿或者是說 裡面內搭T恤或是外照 應該都ok 這邊還有這個欸 牌子 看起來ok 然後它是有 做不一樣的車線 應該是這樣吧 那我覺得 因為我的頭算蠻大的 把帶起來還算舒適 因為我上次帶 Jew的男款的 結果我還覺得有點小 我自己偶爾還蠻喜歡用絲巾來 讓整體穿到看起來有點不一樣 所以我在NUV上面也有看到一個 像這樣子的絲巾 那我覺得它的花樣應該算是 那個頁面裡 我覺得最好看的 那它的材質 我覺得摸起來還蠻滑的 不過你細看的話 當然印花不會那麼的細緻 可是我覺得 以一個非常便宜的價位來說 這個樣子的花樣 我覺得已經算好看的 就這樣做完成 很像有一種項鍊的感覺 看起來是不是整體造型會 更加活潑一點 腰圍適合69-75公分的 材質也很不錯耶 我目前真的還沒有踩雷到 算蠻厲害的 但我覺得一方面也是因為我會挑 就是 不會讓自己踩雷率太高 因為我有些褲子 我一看就知道 不太適合自己 除非說我是特別想說買回來 跟你們分享的 然後它再來兩側做的 空妝口袋 是有做一個尖角的 我覺得還蠻 有特色的 這些襯衫呢 我印象都是微透膚的 我現在初步感覺它 摸起來 應該有點像之前那種歐根沙的材質 就這個樣子 但其實還蠻透的 那因為我現在是 真實的開箱 就沒有燙它了 它是長這樣 有一個折痕 在這燙一燙就會好了 然後我覺得 這個領子 說國民領也不錯耶 因為它是真的會 修飾顯瘦的一個領性 好像不太適合對不對 呵呵 怪怪的啦 這件是 女打折 落地寬褲 然後 這件尺碼我拿的是381 目前覺得我拿的尺碼都還蠻準的 然後它是有做千打折的一個設計 千打折其實 如果做對符合你的臀圍的話 它的確是有修飾小腹的作用 然後這顏色我覺得有點粉偶色 粉偶混眼性色 好看 那鞋子的話呢 是淘寶買的 我不確定還有沒有耶 好你們看一下 這個的話就比較 上班穿搭的 可是我覺得穿起來腳還蠻長的 160的身高來說的話 它是剛剛好在我 蓋住我的腳背 然後又不會落地的 因為我穿的多鞋 屬於有一點點厚度 可是又沒有到太厚了 那我覺得算是日常蠻好駕馭 然後背後 大家會擔心說 會不會顯屁股線的話 我覺得也不會耶 沒有顯內褲的 OK 再來這是一個 厚服的這個 看起來超日系的耶 顏色很好看 然後顏色又粉粉的 雖然說素素素的 可是我覺得 在我之後的穿搭力 應該是還蠻百搭 跟適合我的日常 會覺得以這樣的價位 獲得這樣子的品質的商品 對於我而言是有 超出我的期待值的 這顏色感覺很鮮嫩耶 就是一個 有氣質的好人顏色性 然後這個空袖又不會太浮誇 對於我的手臂來說又不會太緊通 欸讚 微扣 然後這個公主感 我就覺得不會太過強烈 很好看耶 然後拉出來也好看 這個燙瓶之後 我覺得會超級有質感的 贏過很多評價的討好耶 很涼耶 整個非常適合現在的季節 這件的T恤呢 一樣也是純棉的 不過這款的純棉呢 摸起來就 跟剛剛的Blukeling 比起來說 針織感覺比較粗一點 可是你不會覺得粗糙 就是很常見的那種綿料 只是它不是走細滑柔嫩的路線 穿T恤的時候 我的需求都是希望可以耍廢啊休閒啊 然後 痾...小男孩感覺 所以大大的T恤都是比較我的取向 但是它感覺好像會比剛剛Blukeling 耐穿耐洗一點 感覺啦不確定用還沒有下水過 它西裝褲的話就會比較正妝一點 我看... 接著的下半身是這件 深藍色的女裝牛仔寬褲 那這個剛剛的原色短褲 有一點類似的顏色 觸感摸起來呢 比剛剛的再更薄更柔細一點點 剛剛這款其實還是比較有牛仔感覺的那種 水洗的防牛仔布面 然後摸起來其實是很細緻的 濕紙感覺的布面 所以它感覺穿起來應該是軟軟的 可是因為它是寬褲 所以應該不太需要去擔心會不會貼住我的肉 是有點反光感的牛仔布 然後我個人會比較喜歡這一款牛仔布 因為好像更休閒更工裝一點點 T恤像這樣子半閘 然後蓋住這樣子 可是又會希望可以露出更多 比較腰瘦一點的位置 所以可能這個時候就會喬一下下 很直欸 是不是兩側的馬鞍肉也看不到 好強 而且它穿起來真的是那種濕直的感覺 很舒服 滑滑的 我覺得怕熱或是想藏肉的人可以買這件 然後它整個腰部又是很舒服的彈性腰頭 這款它的褲管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設計 所以如果那個太長的話去改短也是沒有問題的時候 它也不是會反光 所以不會讓你我覺得有那種很光澤顯胖的一個問題 好看欸 只是腰圍這部分就是會太過休閒 怕寫小孩子氣或是覺得如果沒化妝可能會有省味的話呢 我覺得就是要靠一些配件讓你看起來是有在認真打扮 這樣就是比較有一點點的配色變化 然後有在打扮的感覺 然後又是比較清爽的配色 我領巷中有兩款都是這樣的牛仔襯衫 然後一個顏色比較深 這個好像比較淺 這個是有一個復古的花邊領 然後這一款是走一個圓領中山領的效果 我跟我拿起碼是L號 因為我會擔心像這樣子的襯衫 我可能會有時候穿太合身會太崩肉的感覺 這個還用珍珠扣欸 很精緻捏 現在全身牛仔 顏色好像有點不太大 再來這一件呢 我覺得蠻像美圖瘦瘦褲那種版型 然後也是走很合身的路線 所以吃太飽的話不行 可是這一件我覺得它在馬鞍的地方 算是修飾的還OK 可是我覺得如果比我的臀尾再大的人 可能就要擔心它會比較有一個臀型 或是卡內褲痕的狀況 它不是到那種完全友善各種身型的一個版型 至於如果說你身材跟我差不多的話 我覺得這個褲子穿起來很修長欸 有沒有你看 你看這個腿 好長喔 而且它這邊下面做一點點喇叭靴型的一個褲腳 看起來腿超級修長 那前面這邊的彈性腰筒呢 是做素面的 可是你轉身之後 這邊就是呈現一個皺皺的感覺 然後前側的話是兩顆真的口袋 然後背後是沒有口袋 整體穿起來是有點像那種 很有彈性的那種韻綠褲嗎 微微彈性帶點微微的磅束的那種資料 這種資料我覺得是一眼四季都可以穿的 不會熱 然後它也沒有毛茸茸的感覺 就是一個蠻常見的會 靠近一點不知道給你們看好了 應該會比較清楚它那個資料的感覺 你們看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觸感的聲音 可是偏休閒酷一點 就是像那種外面搭T恤啊 然後裡面想要耍廢穿那種彈性的褲子 可是它又不到唇綿 可是整體的油我覺得 算是有超出我想像的顯受 所以我個人覺得身材跟我差不多的人 可以安全入手 它這兩款都是屬於薄面的 仿牛仔的布面 就是它不是那種牛仔褲的厚棒 然後很硬實的布料 它就是薄薄的綿 但是它做出那種牛仔褲的感覺的紋理 扭扣呢就是選用貝殼的扣子 有沒有看到有點反光感 很少女耶 這個領子的大小我覺得也很剛好 可以讓我有一種小臉的效果 因為它畢竟面積還蠻大的 然後這件很復古很好看 感覺很適合背一個moji包 moji包馬上拿出來配 黑白的格子褲 我自己之前也有出過格子褲 所以我很好奇 像這樣子便宜家圍格子褲 是呈現什麼樣的一個效果 很像印刷上去的一個質感 一樣是選擇38的尺寸 腰圍它一樣都是69到75公分 他們這個尺碼都還蠻一致的 欸不錯耶 是很復古 因為我覺得這件上衣有復古的靈魂 再搭配一些有復古印花元素的單位 非常的match 是跟剛剛前面那件T恤 摸起來的質料是一樣 就是那個Rumia的那件 這邊的印花 印的質感也不錯耶 然後你仔細看也是有那種霧面感 那因為還沒下水過也不確定 這個膠會不會很容易掉呢 那我覺得整體看的話是很好看 因為你看它這個油畫的感覺 呈現的還蠻細緻的 顏色這一件是有點灰綠色的 還OK 就是不會說會顯胖的一條褲子 不過說它的長度呢 也是剛剛好碰到腳背的一個長度 碰到位置也比較剛好 所以如果吃太飽的話 也可能會變會顯得比較甜一點點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它這個位置 雖然說順 可是可能腰部的設計的關係 所以這邊會顯得比較膨一點點 這個布料呢 我覺得它夏天穿可能會有點熱的 我都是選這麼大的T恤 我覺得很讚 然後我如果要穿它出門的話 我會傾向就是 紮一點點在裡面 我覺得整體的比例會比較好 才不會讓人家覺得我看起來五五身 真的很好看耶 這樣也是一個學生look 應該都是一個 盆帽那一類 然後是針織材質的 你看 針織掉 夏季也針織 不是冬天的 欸很挺耶 摸起來磅數還蠻夠的 以我這個頭尾五十五公分來說的話 我覺得偏有點 有點緊 但是還是戴得下去啊 就是 你今天如果戴它出門的時候 就是不要去想你的髮型了 就是完全會被它壓死的那種景度 整個帽型看起來也蠻修飾臉型的 鞋子我印象中便宜到讓我驚呆 所以很想要看看 那我實際穿起來 給你們形容一下我的感覺 你看它整個 就 我覺得就還蠻像 外面常見的那種converse 只是說 少了logo嘛 因為其實很多比較貴的東西 就是貴在它那個品牌 甜褲風 欸好像可以耶 穿起來的感覺 我目前覺得 穿起來的感覺 還蠻舒服的 就是 嗯 常見的 以前那一代的converse的那種腳感 因為它真心的新一代 就比較有軟墊的感覺 這一款的話呢 就比較沒有 我覺得它穿起來腳還是修長顯瘦的耶 不是那種感覺 胖胖腳的防腹鞋 所以我覺得 穿起來還不錯 我就是戴正常的尺碼 我覺得大家可以 試試看 不錯 168元 可是顏色好像 不是到太多 是這種 網子感覺的 然後 做得蠻臉強的 好像分離耶 天啊我沒有特意的推它 這個髮枯呢 34元 就不要再要求它什麼 所以我覺得 是 就這樣吧 在你們看得到髮枯嗎 好然後再來是一個 小片圓領上 就是走一個鄰家女孩風格 我印象中 這一款還有雕花式的感覺 那因為雕花式的 我之前在NO11有類似的襯衫 所以我就沒有選 我就選了一個 格紋感覺 穿起來還蠻薄涼的 它這個布料還是稍微會透 有沒有 然後小圓領 很可愛耶 這比較易皺的面料 那領子這邊又有點 翹翹耶 就是 不太順 這件應該算是我這次覺得 比較不滿意的 穿反 穿起來就是有種 娃娃妝的感覺 所以比較不會去 特別講究 顯瘦腰身什麼的 那尋常的話 我覺得也很不錯 可是它就是要燙啦 你現在這樣看 當然是很多皺褶 可是 如果燙完會很棒耶 而且它是有口袋的 好涼喔 好讚喔 這一件 太好看了吧 而且它下面有做這種 蛋糕裙的皺褶 然後做了兩層 那個腰線處呢 是在這個位置 開始往下 所以其實也不會嚴重的影響到 我看起來比例變矮什麼的 但是不能調節肩帶的 不過我身高160來穿的話 我覺得是很完美的一個長度 小個子的女生可能就要再來想一下 因為我現在穿 大概就是蓋住我的腳踝 舒適然後穿起來寬鬆可愛這樣子 這個我覺得孕媽咪也可以買耶 你看這個肚子可以塞很大 因為我當時購買的時候 都有好像618的活動 然後以及 他們別的新品的優惠 所以我不確定到時候你們購買的時候 價格是不是一樣的 可是反正NUB就是非常的便宜 這就是一個巧克力口味的抱 它是沒有內領的喔 所以燈打下來會有點透到裡面的狀態 就是腿型的樣子 領口的地方偏大耶 感覺要穿 不會露出肩帶的洋裝 會比較好看 然後它別有想像中的盒耶 就你看我這樣好像快爆開了 有一點會顯胖 這裡如果再特扣子就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 它這個地方好像做的沒有到很順耶 會有一點飛起來的感覺 但整體而言還是蠻優雅 這如果用胡椰解妝 就可以蓋住我這邊快爆開的洞 約會的洋裝 我長度呢我現在穿小白襪的話 我覺得是OK的 不會覺得太短 可是如果當我穿羅的涼鞋的話 我就覺得好像露出的肌膚也太大潔 就是要一直縮肚子 呵呵呵呵 然後比較偏合一點 這樣子皺皺感覺的一個 彈性 彈性鬆緊 但我覺得有點緊 所以為什麼這MPO對我而言有點太剛好 我個人好像沒有到那麼喜歡 可是穿起來效果還是不錯的 我不喜歡點就是我覺得它太合了 然後再來就是手臂有點緊 可是如果再選大件一點的話 我覺得這邊又會浪 但整體而言還是不錯的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NUV的分享 非常多的款式 不曉得你們被銷到哪一款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最後再跟大家提倡一下 我拍這個影片呢 買這麼多的衣服 是想要給你們更多的參考價值 絕對不是說 鼓勵你們去買這麼這麼多的衣服 就是當然還是要看自己的需要 然後理性的購物才是首要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下次見啦 掰掰